现在是晚上12点钟 我这个傻徒弟安排我吃烧烤的 点了100块钱的羊肉串 还有他这个同事哈 羊肉串挺实惠的 特别好 正宗的新疆羊肉串 我徒弟在郁闷的 到底是怎么拍怎么拍 让他自由去发挥吧 我也不管他 喝吧喝吧 手机在这里放半天了 想不出来内容 这个东西就是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吃串来兄弟 咱俩喝 走一个 来来 吃呀 你不拍了 他再回味一下 他想象一下 他这份感觉是挺不错的 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优雅 勇哥饿坏了 开始撸一份 羊肉味十足 二千我徒弟 我徒弟的同事 贵州的一个兄弟 来走一个这么好的羊肉串对吧 不是我徒弟请我吃这个串 我平常我自己我不舍得到这边来吃的 等一下 兄弟你这什么意思 我投降了 投降了 我喝我喝不喝 想太冷了 哦 就这样投降了 对 哦 被二千冠冠 那你然后呢 就坐在那里吃点肉 喝完这杯吗 喝完这一瓶是吧 喝完这杯 喝完这一瓶 对吧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投降了 这个已经喝趴下一个了 我喝完这瓶 我就不喝了 你跟他抢喝吧 好的好的 没有点多 不会打包回去的 徒弟有点多了 就这三串两串都不够我吃的 很香 我有一个毛病 只要自己不花钱 吃的都特别香 这串是三块钱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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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那里有没有能不能买到 他们俩已经不行了 被我的体制给征服了 喝酒喝不过 吃肉吃不过 徒弟不在 偷偷的撸一块 来来兄弟喝了 咱们回去了 早点休息了 吃饱了 今天这个 二强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卤干净了 徒弟 一串不舍得浪费 真是个好孩子